中秋节早上七点多 刺同乡这处民宅发生大火 消防队迅速抵达 但是来不及逃出火场的母子三人 已经呛婚 到现场的时候 二楼已经火蛇窜出 那三楼有人受困 我们花了十五分钟 把三名人员抢救出来 小学五年级的女童被爆出火场 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不治 四十一岁的母亲和就读高中的儿子 送医之后恢复呼吸心跳 单亲妈妈薛姓妇人是一名护理师 平时工作勤奋 独立抚养一对儿女住在娘家 突然发生灾难 家人都难以接受 就读刺同国小的妹妹 在校人员及家 家长会得知消息 立刻通知慈激志工 抚慰亲友 给她换一个火烧 其烂补助金 或是假如有需要 要打扫我们后再来过来习助 薛姓妇人和儿子伤势严重 都还在加护病房 慈激志工探视关怀 和亲友一起集气祝福 希望他们早日脱离险境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黄淑英 云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有关了 我们下期再见